你好吗?你喜欢中文吗? 你好吗?你喜欢中文吗? 想听听我们怎么学中文? 想听听我们怎么教中文? 欢迎收听 线上汉语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楚老师 欢迎您收听线上汉语村 所谓的华语证照 对于出国的时候找华语相关工作 真的有帮助吗? 今天的这个单元 我们很荣幸邀请到 目前在澳洲知名的大学 担任中文系教授的陈平之老师 拿着汉华证书 就可以进去澳洲大学教中文了 当然 因为我来到澳洲了之后 当然最主要就是 当时是昆斯兰大学跟 两个大学 其实都很希望我能够进去教书 以及进去进修我的 Linguistics的博士 继续他们会欢迎我去教书 因为有几个原因 最重要是因为我本身就在台湾有很丰富的教学经验 然后再来就是刚好有汉华的这个汉语教学的培训经验 所以我跟他们里面的主管 我跟他们里面的主管在谈到有关汉语教学的这个区块 我发现到目前的大学 澳洲的大学也陆陆续续在开一些所谓的中文课程 也就是汉语课程 那这些汉语课程的确也需要一些师资 那他的师资基本上你要有一定的学历 所以通常是会希望你起码是硕士毕业 然后再来你就是如果有汉语教学的这个经验 还有汉语的这些所谓的认证 那这些天时地利人和搭配起来 那加上你自己可能是可以表现成一个 就是蛮专业的一个汉语老师 这样子人家就会有机会来拼用你 拼用了不表示就一直会唐弃这个请你 他基本上都是一学期一聘 我看到因为我们学校有些外聘的 他就是一学期一聘 像我现在是几乎都是专任在那边 但是一聘的就是一学期一聘的 他也是要看你各方面的背景 你如果有汉语教学的证书 或者是当然像汉华机构的证书 我相信都是一定有帮助的 因为我记得好像我有看过 你好像汉华还不止一张证书 你有三张汉华的证书 是这样你基本上汉华 汉华也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你去读汉华的时候 你要毕业的时候 你必须要一定考试成绩 要达到一个一定的标准 那当时呢我除了修汉华的一般课 我还修了他一个叫商务课程 那因为有了商务课程 跟汉华的一般师资训练的课程 两个你的成绩都要到达一定的标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申请到 有英国的认证 有美国的认证 台湾的认证 所以呢可以拿到 起码你可以拿到 如果再加上商务认证 我们可以拿到四张证书 当然像我是后来又有中国大陆的认证 加上我又曾经中国大陆 也邀请我到中国大陆去 参与很多的这个所谓教材的研习 所以也有那边的证书 那当然那又是另当别论 但是呢基本上 你要从事汉语教学 尽量多拿一些证书 这是一个条件之一啦 另外就是你要自己呢 我个人就是觉得 我常常跟学生讲说 你自己要像一块海绵 随时随地呢 去吸收这个知识的水分 然后碰到了学生的时候呢 就是各式各样的学生 你都有办法在他面前 就把你的海绵给挤出来 流出那个所谓的智慧的泉水 这样子人家才会服你 你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 这个汉语老师 那所以功课是不断的要学习的啦 随时随地都要揭取一次 好那老师喔 我还有一个问题还蛮有兴趣的 您现在是在大学里面 澳洲的大学里面教高阶汉语 那在你的学生当中 有没有什么学生令你觉得 印象蛮深刻的 他们都是什么样的背景 都是澳洲人 当地人吗 对这个其实所谓教高阶汉语 其实开始这样 因为澳洲的大学学制是三年制 所以呢他们进来在大一的时候 就开始去选择所谓的第二外国语 那以往最多的人选择的早期是日语 近几年来西班牙语是非常非常的热门 那也有陆陆续续有学校开始开韩语课 那中文课呢也是这几年来开始 几乎每个大学都几乎会开的 只是修课的人数并不是真的很多 那他们是一年级可能会开到三班 二年级可能变两班 那么到了三年级呢就可能变成一班 因为太难了吗 中文太难了 但是学有所成的应该出来都不错吧 他们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 他们大概从大一开始上这个课 到大三毕业 他们基本上中文的程度都比 都比我们大概学三年的英文要好 他们都可以有一些基础的 这些对话能力都不成问题了 当然他们就是澳洲 基本上大学也都鼓励学生在中途 去到这个其他国家去交换学生 或者有一些学生他会办休学 再到他有兴趣的国家去那边去旅行 去在那边教英文也好 他去学 所以我的学生里面印象比较深刻的 因为我教这个毕业班的高阶汉语 少数的同学 他们这种澳洲人已经可以跟我对话自如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都会问他们背景 其实不乏有人是中途会 就是有的交换学生的 有的是休学了之后 去台湾 去中国大陆各个大学 再去进修 然后一边在那边教英文 一边学中文 我想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能才比较容易把语言学得更精进 所以有一些人真的是 中文我觉得程度已经蛮好的 那对了老师我问你 说真的啦 说真的 我们台湾的华语老师 如果在澳洲发展的时候 他会不会或是有没有 因为这边就是马上就面对的又是 又是繁体字又是简体字 又是这个口音的很多问题 那我们这个台北的 可能跟北京的讲话又不太一样 我们台湾老师会比较吃亏啊 会遇到什么群警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老师不会吃亏 台湾老师反而有他的优点 就是说基本上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 他成为一个汉语老师 他基本上不会繁体字 然后注音符号他是绝对也不懂 所以他会所谓澳洲政府认可的 简体字以及这个汉语拼音 但是汉语拼音跟简体字 这个我个人认为 学这个并不困难 这个你平常其实现在在电脑上 你随时都可以看到很多简体字 所以很容易去练习 而你今天面对到你的学生的时候 反而你有这个 我们来讲就是类似 繁体字简体字的双语能力 所以你有注音符号跟汉语拼音的双语能力 所以你可以给他更多的东西 重点是台湾来的这个学生啊 你要从事这个行业 你必须要有一个认知 就是海外目前的趋势 是与联合国认可的 所谓的中国大陆的这个简体字 以及汉语拼音为主 那这个东西既然是联合国认可 它就是一个世界中文的趋势 它就是一个趋势 对 今天很谢谢那个陈老师 在百忙之中来 来帮我们做一个这个访问 我已经约了很久很久很久 终于约到了 那再次感谢老师 为我们做这样精彩的解答 谢谢 线上汉语村 是由澳洲多元文化教育中心处 AMEC公益赞助 希望通过这个节目 鼓励正在学中文的小朋友 及大朋友开口说标准中文 加强听力 建立自信 并且提供给正在从事中文教学的老师们 另一个新的教学分享平台 更提供给大家有关海外中文教学新的信息 如果您对支持本节目有更好的建议与想法 欢迎您来信到我们的官网 wwwstudyosradio.com 与我们进一步联络 请不吝点赞助